好,各位同学好,让我们再读这一课 奥林寺吊地上不要紧,是笑话的故事 吊地上不要紧 六岁的婷婷总是喜欢学妈妈做家事的样子 这天她一个人坐在客厅搓汤圆,搓了两大盘 妈妈看她搓汤圆的样子实在太可爱了 便站在旁边欣赏 突然间一颗汤圆掉到了地上 婷婷做事要捡 妈妈赶紧阻止她 婷婷掉地上的丢掉就可以了 婷婷笑笑地说不要紧了 妈妈我这两盘的汤圆也都有掉在地上哦 妈妈放了 好,失败了